何之恩何以不选何以不答应成为副手 就会成为大家重要考量的参考指标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侯友宜他顺利的被国民党征召了 如之前大家所预料一般 他就这样在五月中下去被征召了 而且还是在朱立伦不顾得罪郭台铭的情况之下 被征召了 这种气势或者这种架构 照理说应该叫做众志成城 至少也是朱立伦和许多的立法委员 拱月般的立庭吧 但这个众星拱月好像拱不到一个礼拜 这个月就忽然下沉了 众星呢忽然都不闪烁 不围绕着月亮来转悠了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的事是连国民党智库的领导人 也就是柯志恩 我们也可以叫他柯教授 他竟然呢都不愿意担任后友宜的护手 柯教授当然同时也是不分区立委 也就是柯委员呢 其实形象一向良好 岁数呢略小于侯友宜 而且呢他代表南部的地方势力 因为他的父亲啊 过去在高雄跟屏東一带啊 是颇有威望的一个人士 而且柯志恩在年轻的时候 还主持过旅游的电视节目 那么在教学期间呢 他在淡江大学也扮演学务长的角色 同时他又是教育学界的重量级教授 照理说这位柯志恩 其实是一个真的挺适合的人选 再说柯志恩现任是不分区立委 党呢应该完全有力量来命令他 要做侯友宜的搭配人 也就是说如果党真的命令 那柯志恩就应该义无反顾的 上去当副手参选人 这个事情应该再简单不过了 同时他就已经领导了智库 应该有一大批智库的人马 可以归他所用 虽然啊我们这侯友宜 长期的跟党中央和任何地方党部 是没有任何接触 但是柯志恩既然手上有一个国民党智库 这些数十个甚至近百个正研究员 副研究员以及相关的研究助理 总可以成为他们的兵马兵驾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提供很多讯息 很多的民调或者很多的研究 来自于来自于各地方的资讯 在这个智库里面呢应该都会提供 而柯志恩也应该喊得动这些人马呢 来帮忙负责选举的许多组织工作 或者是相关的勤务工作 张云南不是非常搭配吗 更何况请别忘了 柯志恩目前的两个现任职务 不管是不分析立委或国民党智库 这两项都是由党主席给任命的 那么为什么柯志恩就是拒绝呢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党主席可以任命他 就可以免掉他 照说他如果拒绝 党主席可以威胁他 跟他说你这要拒绝 我就免掉你这几项职务 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的不分析立委 可以由党中央来决定 我要不要继续让你干 如果我把你的职务给撤掉 那就是后面原来排名在之后的人往前递捕 如果女性被撤掉就递捕的是女性 男性被撤掉就递捕的是男性 这个是在台湾既有的规定 那么柯志恩难道不怕 党主席把他这两项职务给撤掉 让他回淡江大学去干教授去吗 现在他不怕 既然不怕就代表朱立伦 完全不会用这个招数来对付柯志恩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党主席朱立伦 根本没有用力来要求柯志恩配合 既然是如此 就在说明着党主席只是把侯友余征召 放在台面上而已 到了实质需要帮忙 最重要是首先要生产出一个副手人选 连这一件事 那么党主席都没有帮忙 简单说连这件事 老长官朱立伦都不帮忙 征召者朱立伦都不帮忙 那我想侯友余心里面要点滴在心头 真想趴下来哭 那我们就想说 可是为什么个人也没有意愿呢 首先是党主席已经不命令了 他个人还没有意愿 这情况就更坏了 因为能担负责候选人 总是一个风光的事 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哈旦央大学的教址 并且这个事情也顶多就是八个月的事情 有那么难吗 他偏偏就拒绝了 那理由何在呢 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感觉到党中央根本没有意思要去立体侯友余 这种气氛啊 他自己在党中央是最容易闻得到的 既是如此 他怎可能犯傻来答应成为侯友余的副使 这个意思是 何之恩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春江水暖鸭仙之 或者叫一夜之秋 这种作用力的一个向导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情语记来观看 从而可以得知 到底侯友余有没有受到国民党党中央的真正支持 也就是说 柯子文的拒绝啊 是反映着国民党党中央没有真实支持 更明白的说 是反映着朱立伦啊 只是正照他把他摆在那当另类的替识鬼 而没有真的要支持侯友余来完成整个重要的玄武全台布局工作 既然他知道了 他当然就绝不犯傻 而且他也绝对的会知道 朱立伦不会去逼他 也就不会用力的去推进他 让他去成为侯友余的副手 那知道这个信息之后 所有的政坛或所有的泛南军 稍微有点行情 稍微有点身价的人呢 也就会比照办理 不会随便的点头 这下侯友余要选副手的人选 恐怕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时局了 那何之恩何以不选 何以不答应成为副手 就会成为大家重要考量的参考指标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